Gigi Boon Gong 嘿嘿嘿 不要小看大肚男 说到勇敢说到机灵 他是一群棒 喂喂喂 别在他面前逞强 所有作恶分子 一旦见到他 善意跑 而他很简单 他最爱是冰激凌棒棒糖 朋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有他注注 留下就不用犯 Oh Gigi Boon 童话你做英雄 Oh Gigi Boon 让血线中流动 Oh Gigi Boon 一切在我手中 让世界更美好 坚持就一定成功 宝物 能让我变成人的宝物 有了 就是这个 哈哈 社长 这是这个业的账单 社长 这是加油站的催款单 社长 东东发短信 让我们交房租了 垃圾处理费也得交了 你们不要再来烦我了 研究社现在一分钱都没有了 前辈小偷偷走了吗 最近一直没有成功打败怪兽 商人们已经不愿意赞助我们了 这么说怪物研究社要关门了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我们都爱这里 不能让研究社就这样倒闭 大家还是一起想想办法吧 今儿还不简单 我们来一场街头演出 宣传一下怪物研究社的重要性 顺便募捐一点金币就可以了 募捐经费 这个主意倒不错 大家快来看呐 我们表演的剧情是这样的 菲菲扮演采蘑菇的小女孩 我扮演打怪兽的英雄 社长 这个主意是我除道 英雄救美的戏应该让我来演吧 你这个菜鸟只配演怪兽 社长 其实我是服从安排的 不过你看 你这么高大威猛 更适合演怪兽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只有打败了高大威猛的怪兽 才显得我们研究社厉害啊 对吧 没错 如果是我来扮演怪兽的话 是不是显得怪兽太矮小 太容易对付了呢 哦 这个 好吧 为了研究社 我就做出点牺牲 我来扮演怪兽 我突然发现社长好伟大哟 少拍马屁 好好表演 有好戏看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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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快过来看戏呀 有好戏看呐 好像有东西看呐 走遍森林河山岗 好可怕 救命啊 有怪兽啊 不比 你干嘛抢我台词啊 好可怕的怪兽啊 我被吓死了 好无聊的台词啊 怪兽太凶猛 除了怪兽研究社 没有人能对付它 我要吃掉你 慢着 什么人 我就是人借人爱 花借花开 怪兽见了 就悲哀的猪猪小 不好意思 这是意外 这是意外 女孩 你不要怕 我会保护你的 我要把你们吃掉 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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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哎 Studien 讓你們 utterly 我们羞ivent的人 你才 骑髻 你就是 驱蹄 驱�器 慎 臭小子 你輕点儿 找呀 呃 对不起啊社长 我表演 太投入了 你千万 可别还手哦 哈哈 哈哈 我是 驱 communicated 屎民们 我们城市 离不开 怪兽研究社 是研究社成员 勇敢地与 怪兽战斗 才让大家过上了安宁的生活 所以请大家捐点金币吧 真无聊 一点心意都没有 请捐点吧 捐点金币吧 只要你肯捐出一枚金币的话 就可以和我一起采怪兽了 什么 一起采怪兽 我还没采过 请捐一点吧 谢谢 谢谢 哎呀 感觉还不错啊 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 多么高贵的理性 多么伟大的力量 多么优美的仪表 多么文艺的军动 在行动上 多么像一个 好有趣 在智慧上 多么像一个天神 去看看 太有趣了 真好玩啊 你们别走啊 我 我觉得 我得去医院了 我是全世界最高档的木偶玩具 体内不仅录制了莎士比亚的戏剧 而且还能用声音控制我的行动 帮我来试试 翻跟头 打滚 真是太神奇了 还有更神奇的呢 我只要一说谎话 鼻子就会变长 白雪王后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 白雪王后 我这种木偶全世界只有一个 你就买下我吧 只要 付一枚金币 就可以了 你还真是便宜 我买了 可这钱交给谁呀 主人 把金币给我就可以了 好懂礼貌呀 高级玩具就是这么人性化 走吧 我带你去炫耀炫耀 你都多大了 怎么还玩木偶 真幼稚 快睡觉吧 先别灌灯 你忘了老规矩 对对对 为了安全起见 每天要改一下密码 咱们的郑国之宝还在 你说今天改成什么密码呀 把密码改成 七七八八好了 好 七七八八 七七八八 设置好了 早点睡了 天上有两个太阳 天上有两个月亮 天上只有一颗星星 天上有一个太阳 天上有一个月亮 天上有许多星星 这就是微博传言中 能让我变成人类的宝物 太好了 夜里王宫守备森严 我还是等到白天 再找机会走吧 不 我的宝箱呢 怎么不见了 你昨晚是不是没有锁保险箱啊 不可能 我明明锁了 士兵 是 你是不是昨晚站岗的时候打瞌睡了 让盗贼溜了进来 我可以向邦邦堂发誓 我一直是睁着眼睛的 王宫守卫森严 能从这里偷东西的盗贼 肯定不简单 你立刻去发布消息 悬赏一万金币 捉拿到贼 是 哎呀 这下可好 不仅没弄到金币 还把社长的命也搭上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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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闭上乌鸦嘴 社长 要我说 这全部都怪菜鸟出的馊主意 应该马上开除它 哼 我也是为了研究社的前途着想嘛 其实我也挺不好意思的 这样吧 我来给社长输金和骨 快把你的手拿开 有办法啦 白雪王国的官方微博发布了一条消息 正在悬赏捉拿 偷取郑国之宝的盗贼 哎呀 奖金有多少啊 一万金币 哇 一万金币呀 我们眼睛说有救了 社长啊 你回家先着吧 现在就由我当代理社长 我保证捉到盗贼 把一万金币带回家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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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鼓励的话就不用说了 我是想说 不要说了 说多了对身体不好 飞飞呀 小白白 快给我去白雪王公 社长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可恶 他要拿不回金币 我再好好就训他 别怕 我是怪兽研究社的代理社长 我是来帮你们捉盗贼 太好了 里边请 太好了 怪物研究社的人来了 请让我介绍一下自己 我就是 不用介绍了 快帮我把丢失的真国之宝找回来吧 古王陛下 请问真国之宝究竟是什么东西呀 这件真国之宝可不是普通的宝物 它是我的祖先亲手制作的一根雪糕 小蛋蛋 你没听错吧 他们的真国之宝是一根雪糕哎 我没听错呢 你们别小看这根雪糕 它已经有五百年的历史了 可以说是童话世界第一根雪糕 是多少金币都买不到的 哇 五百年了 那还能吃吗 雪糕放在特制的小冰箱里 品质绝对有保证 那它有什么特殊的功效吗 功效 甜蜜清凉 特别好吃算不算 没别的了 没了 这就奇怪了 谁会偷一根没什么特别的雪糕呢 猪猪虾 请叫我代理社长 代理社长 我通过这个鞋印分析 盗贼是一位女性 而且喜欢臭美 心眼很坏 不是吧 你通过一个鞋印 还能看出盗贼心眼很坏 让我也来看看 不 不 不 祝祝宝 成功 嘿嘿嘿 不要小看大肚男 说到勇敢 说到机灵 他是一击棒 喂喂喂 别在他面前逞强 所有作恶分子 一旦见到他 善意跑 而他很简单 他最爱是冰激凌 棒棒糖 朋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有他住住 下就不用犯 哦 聚聚棒 童话你做英雄 哦 聚聚棒 热血心中流动 哦 聚聚棒 一切在我手中 让世界更美好 坚持就一定成功 太好了 怪物研究社的人来了 哈哈哈哈 请让我介绍一下自己 我就是 不用介绍了 快帮我把丢失的真国之宝找回来吧 可望陛下 请问真国之宝究竟是什么东西呀 这一件真国之宝可不是普通的宝物 它是我的祖先亲手制作的一根雪糕 小蛋蛋 你没听错吧 他们的真国之宝是一根雪糕耶 我没听错呢 你们别小看这根雪糕 它已经有五百年的历史了 可以说是童话世界第一根雪糕 是多少金币都买不到的 哇 五百年了 那还能吃吗 雪糕放在特制的小冰箱里 品质绝对有保证 那它有什么特殊的功效吗 功效 甜蜜清凉 特别好吃算不算 没别的了 没了 这就奇怪了 谁会偷一根没什么特别的雪糕呢 朱朱霞 请叫我代理社长 代理社长 我通过这个鞋印分析 道贼是一位女性 而且喜欢臭美 心眼很坏 不是吧 你通过一个鞋印 还能看出道贼心眼很坏 让我也来看看 可恶 这明明是我的鞋印 小代代 你还是看本社长怎么办案吧 根据我的分析 道贼一定非常喜欢吃雪糕 所以我们应该去调查雪糕店的常客 出发 我也要下令所有人都和我一起去寻找雪糕的下落 皇宫的人都离开了 机会来了 雪糕店里什么都查不出来 现在没线索可以调查咯 我觉得道贼不一定爱吃雪糕 也许他只是想收藏童话世界的第一根雪糕 就像收藏古董一样 或者高价导卖出去 你说的也有道理 那现在最大的协议 就是白雪王国的舒残家了 那不是白雪王后的木偶玩具吗 鬼鬼祟祟在这里干嘛呢 王后的木偶在王宫里呢 那个只是同一型号的木偶而已 走吧 我们去美术馆调查去 奇怪 不是说整个童话世界只有一个这样的木偶吗 宝物能让我变成人的宝物 什么 不可能 我费尽力气 偷来的居然只是一根雪糕 冷静 冷静 我是木头做的 我不能发火 发火就会被烧焦的 虽然这是一根雪糕 但是能被白雪国王放进重重保险密藏起来 一定不是一根普通的雪糕 搞不好 真是甜蜜清凉 特别好吃啊 微博上那么多人都不在传 这个应该不会是假的 而且味道还这么好 我相信我很快就会变成人了 什么 不可能 我已经是一个人类了 为什么鼻子还会 不 不可能 不可能 我不相信 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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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把你们都消灭掉 救命啊 救命啊 开车真是太帅了 救命啊 又有怪兽了 哎呀 哎呀 这是什么 啊 这不是白雪王公的标志吗 难道照根就是丢失的正国之宝 骗子 骗子 这是什么东西啊 哦 猪猪箱我来帮你 哎 为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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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菲菲她们有危险 鬼少 来呀来呀 来呀 抓我呀 骗子 你们都是骗子 为什么 快跑啊 快跑啊 你们这些磕磕的骗子 先把这架回你的没人的地方去 我把你们的地方去丢 乖乖地束手就擒吧 你是什么人 我就是人见人爱 化界化开 怪兽见了就被挨的铁拳虎 无名小辈也敢和我交板 什么 什么 你这样都行啊 她的头部和身体关节 居然可以自由拆分 这家伙真是太难缠了 不能再这么纠缠下去了 铁骨中破拳 把你打散 看你还有什么办法 什么 你放弃吧 你是打不散我的 可恶 我就不信打不倒你 我是木偶 你是打不倒我的 木偶 木偶 木头座的身体 木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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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偶怕火 我有办法了 这会看你怎么躲 金元会变身 火灵之力 可恶 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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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之力 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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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坠 火 火 火 哦 这不是白雪王后的木偶吗 原来她就是木偶怪啊 哦 我得撤了 菲菲 菲菲 小猪猪 你没事太好了 咦 这不是白雪王后的玩具木偶吗 她就是刚才那只怪兽 不知道是谁制服的 是那个叫火焰鹤的英雄 打败了怪兽 火焰鹤 菲菲 你认识这种怪兽吗 看样子挺厉害的哦 它叫皮诺曹 是一种木偶怪兽 生起之后就会变成木偶怪物 它的关节可拆分 动作难以捉摸 很不好对付 哦 怪兽 哎呀 差点忘了 我们快把宝盒带回王宫吧 快走 快走 虽然雪糕没有了 但我还是要感谢你们 这是金币的支票 哇 给 太好了 我们也就是要渡过难关了 对不起 是我清醒了微薄的传言 才偷了这根雪糕 非常对不起 啊 皮诺曹 真正的男孩必须具备诚实 勇敢 勤劳和善良的美德 绝不能去偷东西 嗯 虽然我不知道要怎么变成人 但是要做人 不是只有样子像就行 还应该有善良的心 万家满身的正能量 嗯 我一定老老记住你们的话 以后再也不偷东西了 来 给你一根雪糕吃 这是我的祖先亲手做的 他已经有五百年历史了 是多少金币都买不到的 诶 国王陛下 你的雪糕不是没有了吗 身为白雪王国的国王 我的宝物怎么可能说没有就没有呢 嗯 啊 什么 你还有这么多呀 那种造型的雪糕只有一个 但别的造型还有不少 来来来 看你这么辛苦 给你也发一个 哎 晕啦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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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翻两周在金格里 天南地北不放弃 去寻找减肥的猪股里 源头源脑源肚皮 里面是生命的真谛 让我们呼啦啦啦啦 高歌一曲 我要去减肥 除非平气力 不再那么贵 三块二毛衣 我也要人陪 除非我有你 去换红玫瑰 然后送给你 I'm just loving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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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just爱 you I'm just loving you I'm just a little bit